车来车往的安乐区安乐路一段和乐意路路口转弯处刚好有一座自强隧道口站的公车后车亭 而后车亭正前方又有三根电线杆 不但影响到搭乘公车民众上下车的安全和便利性 也阻碍到转弯车辆的视线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因此在当地家人里长王贵梅反应下 立委林佩祥邀及台电水公司一区处及市政府公务处 公车处交通处以及安乐区公所区长检疫者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明年八月前就可以把三根电线杆地下化 改设置为地上型变电箱改善交通和环境问题 会刊的结论是说把这三支电线杆确定能够下地 道路旁边做一个一米四左右的变电箱 来去把这个变电的功能把它继续提供供电 同时之间也能够比较方便的让我们的这边的整个电线供应没有问题 这样的结论下来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家人里的出口 新的从德路家人里的出口 电线杆地下化工程预计应该是明年中旬 可能明年八月左右可以全部完工 因为还要跟各个单位去做一定的协调 所以工期稍微拉长一点 不过未来我们会在家人里的出口 看到一个全新的透车亭的面貌 对于立委林佩祥的用心协调能够有好的结果 家人里长王贵美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林佩祥立委 帮家人里争取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的改善 那以后家人里是一个崭新的面貌不一样 来呈现给基隆市的里民 谢谢 而公车后车亭旁边也有属于自来水公司一区处的电线等设施 也将一并整理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很ceu 监稻 这是